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也是觉得心情很好可以继续地去打拼他们的事业啊 然后继续去追他们的梦想 这个slogan的inspiration是从Spiderman那边得到的 就是Spiderman有说过 With great power come great responsibility 我们就比较close to each other嘛 然后比较了解对方的个性 所以很多时候做一个business的时候你需要讨论很多东西 然后如果你不是很close 你觉得这个idea不好 你也是不好意思跟他说你的idea不是很好 可能会伤到感情啦 就比较open to discussion 所以everythings get easier啦 如果你可以坦白地讲 有什么不好有什么好 然后就会比较顺畅咯 在做一个business start up的时候 我觉得在一起工作变成同事跟只是情侣是不一样的关系咯 特别是你是start a business with your loved one 就不是以前的同事咯 就不是以前的同事咯 我为什么把我们的店叫成The Baza Hero的原因咯 因为英雄是不能累的 就是很累也是要继续下去 因为他有一个mission嘛 就很多auntie uncle 他们会站在我们的招牌面前 然后都会告诉我们说 诶 啊不呀我不会order 你可以帮我吗 然后他就很耐心地去解释咯 然后下一次来的时候 他们就是非常自然的 就可以走到我们cowden面前 就会懂自己要吃什么啦 看到他们的support 我们也是觉得很warm啦 常常一start的时候 我们是想应该是做羊的嘛 就想到来的是auntie uncle after that 嗯 很special 就是before that F&B 就是在西餐的一行业啊 很难找到auntie uncle来吃你的东西 so 当初 expectation is like 没有到那边了 就是他来的东西让你 I expected so it's like 嗯 这个是一个很非常special 跟想要了解多一点老人家在想什么 有时候年轻人做惯了嘛 就是有时候我要换架 他来的时候就讲 这个是非常 一个非常好的hitline 动力啦 其实我们这边最 popular的是 It's like Carbonara咯 and then Queenbase嘛 and then Queenbase嘛 and after that还有 Pay Store the Pay Store is like 比较少人会 有做的在Hawker Center and then Pock Bolognese咯 Pock Bolognese跟别的地方不太一样 因为 有点group style 你那时候吃的时候就是 知道了啦 Pay Store就是比较花时间的 因为你要keep fresh Pay Store Pay Store 这种东西是一个非常头痛的东西的 还有他用的是olive oil and yeah some你要好吃 就是那Pay Store 够 fresh 这个是非常头痛的 因为Hawker Center 你不是开在那种 yeah restaurant or hotel Daiwan is like run fast one keep是最头痛的 所以 所以 你要keep fresh 这个东西 人家吃的时候才吃得出 就是这样 他会走 我相信这次Hawker 都会面对到的问题啦 就是 他们的 storage phase 是limited 然后supplier 那边又有moq 所以我们也没有办法 准备太多食物 它可能会影响到那个食物的freshness 在Hawker Center 你是很难去estimate 每一天晚上来的人潮 所以有时候你也不能准备太多 especially是现在covid period 然后 有时候 那个restriction会收紧 然后时候就是 你可能东西也会订太多 然后你也尽量订少 尽量订少 然后准备的 也不可以准备的太多啦 所以我们一天是准备那个量 所以有时候是会run out so 最大的问题是在于 一个有经验 一个没有经验 so 要时间磨合 这是最头痛的事情 那 after that sometimes customer 也是on the side 有些customer是很nice的 有些customer不是很nice if like 他们不能等咯 这个是因为我们是 要prepate那个food嘛 要煮的 要时间煮出来 so 我希望customer可以理解一件事情 就是这样的 一个会煮一个不会煮 然后我们也要煮得好 我们也要准备材料 fresh的材料拿出来 然后过后来煮 然后我们不是很像 你想象中那种很简单的 就是 啪啪啪就出来了 是要 一步一步这样子煮出来 然后又要磨 慢慢生气 要打蛋 所以要花时间 我的motivation是 当你很累的时候 可能有customer走过来 特地走过来跟你说 你的食物很好吃 但你又突然觉得 你有一股energy 可以继续下去 我很感谢他一路上 对我耐心的教导 所以就很多时候 虽然是要花一点时间跟我解释 反正他是非常supportive 然后让我觉得 不需要害怕什么事情 就走一条新的路 也不需要一个人独自走下去 谢谢你们的支持 谢谢你们的支持 如果没有你们的话 我们真的是很难坚持 第一天我们开的时候 蛮多人来世的 我们期待的是 开在这种地方还是加拉 对 让我觉得在这个环境是 非常热闹的 然后看到他们再次光临 我们的小店 我们也是觉得非常的motivated 然后我们觉得 然后就有那一个力量 再继续走下去 谢谢他们的支持 也是 然后我们会一直 改变自己 然后看有什么 exciting的menu 可以继续呈现给大家 大家加油 我们可以做